美國前總統川普14號來到佛州 和他的Club 47粉絲團 5000名死忠川粉共度他78歲生日 主辦方還端出六層大蛋糕 但仔細看蛋糕上出現 兩組神秘蠟燭數字45跟47 這兩組號碼在前一天 共和黨國會議員幫他慶生時 也出現過 美國總統拜登則在X平台上 PO文祝川普生日快樂 更開啟年齡只是個數字 但選舉是一種選擇 但事實上無論川敗誰當選 都會成為美國史上就職時 最高齡的總統 如果川普會勝出選舉 另外CNN記者走訪共和黨造勢活動時 發現一種奇特現象 那就是川粉普遍認為 美國並非民主國家 而是共和國 只是為何會有這樣的思想呢 專家分析原來是共和黨和青川媒體大力放送的論述 形成了洗腦的效果 專家認為洗腦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慢慢幫助美國去掉民主的標籤 為了好讓川普能夠為所欲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